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是回答现在就说明他此时此刻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问题二啊 当你遇到麻烦的时候 你是会选择自己解决还是会寻求别人的帮助 我肯定寻求别人的帮助啊 合作才能共赢啊 对 是不是不正常 正常 如果他要是选择自己解决 就说明他的内心非常酷僻 他急需吃着关怀 问题三啊 是不是不正常 我还没问你啊 你这么希望我不正常吗 挺好了 是我媳妇吗你 来来来来 挺好了啊 你最讨厌的小动物是什么 老鼠 老鼠 正常 只要是常规小动物 那都属于正常范围内 常规小动物 对 行了 这三个问题啊 我把大姐夫叫出来咱问问他 好 看看他正常不正 行 快快 大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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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我这正忙着呢 大姐夫 先别忙了 哎呀 我 哎呀 我们 干什么呀 我这做饭 这这干 大姐夫 干啥呀 来来 大姐夫 耽误你一会儿 你不耽误你什么事 你快点我来做饭 有有有有几个问题 有几个问题啊 来来来 大姐夫 走走走走 那是什么时候 现在 此时此刻 哪有麻烦了 干什么呀 你既然已经遇到麻烦了 愿不愿意和我一块 把你这个麻烦给解决掉啊 你 你还帮我啊 你不添乱就好 你帮我 就让我自己干 趁势 出事了 怎么哪有出事呢 大姐夫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最讨厌的小动物是什么 排骨 排骨 排骨也不是小动物啊 你得说个小动物啊 你 完了 大姐夫肯定是有问题啊 我也不是常规小动物啊 是 我是高级哺乳动物啊 这不对啊 刚从物业下班回来 又发这么大的火 明白了 物业的田笨笨欺负我大姐夫了 不可能 田笨跟大姐夫关系老好了 王小茜 不可能 王小茜敢欺负我大姐夫 我踢死他 黄小黄 黄小黄 打电话 我怎么就不能给你打电话 黄小黄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 你敢欺负我大姐夫 我大姐夫是物业的副经理 你是个业主 人家赵刚子 服务态度多好啊 整天为你跑前跑后 服务左服务右的 你恩将仇报啊你 你想干啥 钱诚峰你吃饱了撑着的 谁欺负赵刚子的 我告诉你啊 钱诚峰 能欺负赵刚子的 只有你 查出来了 谁啊 你们 我 我怎么说 我 大姐夫哭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为啥呀 还问为啥 你两个好好想想 你们两个对大姐夫 做了什么 平常你们怎么表现的 别瞧着把活的 你对大姐夫 什么样心里没处啊 就是 平常就你总欺负大姐夫 老给他挖坑 是 我是老给他挖坑 至少大姐夫 能在我挖的坑里 休息一会儿啊 你呢 你遛他 你一天遛他七八回 就你那些个快递 你自己不能取啊 对呀 你自己不能取啊 对对对什么 对 你一天就知道吃吃吃 让大姐夫做这个做那个 你当自己是满汉纯菜谱啊 你 哎呀你好 我真是你 你好 你就是因为 你好了 咱们仨就不要在这争来争去的了 我把大姐夫请出来 你们两个该做什么 你们清楚 大姐夫 干啥呀 大姐夫你出来一下 你干啥呀 哎 我这做了一半的饭 你干什么玩意 没事 今天晚吃一会儿没关系 干什么玩意 前生坊 我这做了一半的饭 你做你做大姐夫 你真是的 你真 我真受不了我大姐夫这样 快快快快快快快 表现 大姐夫 我错了 为何行如此大礼呀 我错了 我对我的所作所为 感到深深的自责 我不应该一天遛你那么多套 帮我取快递 那咋整啊 该取 不还得取 我以后 一定好好控制我即可 争取一天 就留你两次 好 小伙特一次 行吗 行 行 下一位 不是 这个礼怎么越行越大呢 大姐夫 我也做了 我就不应该对你摇五喝六 每年吃个饭还挑三拣四 有时候让你炒个土豆丝 也炒二十多个版本 你这样以后再给别人做饭 你就给我扒了出来点 我有劲活着就行 你要是还不开心呢 以后饭我做 你还是别多了 浪费粮食可耻 行 朋友一块喝酒去 喝多了可能就想起来了 你少点都扯用不着呢 你偏大傻子呢你啊 你俩 自己手机密码能忘了 行了你俩干啥呢 孩子一瓶奶功 你俩又抄着啥呢 自己找事 大姐 前春芬把手机密码改了 我问他他还不告诉我 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事 顺风啊 没事你改啥密码啊 你看你大姐夫 那手机密码永远是我生日 一辈子不会变 听听 大姐夫是大姐夫 我是我 怎么就不一样了 大比较 我出去一趟啊 大姐夫等会儿 干啥啊 你手机呢 手机 在这儿呢 我用一下 不是我手机有密码 我知道你密码是多少 不就大姐的生日吗 走 密码错误 大姐的生日 走 密码错误 大姐 你阴历生日和阳历生日 我可全输上了 全部不对 你有可能还是哪天生的呀 就这两天还哪天 那我再输一个啊 我猜一个 你可别给我这下输 你再给我输死鸡 哎钢子 哎 哎 你是不是改密码了 啊 我今天刚把密码改了 你没事改密码干啥呀 钱的也是钱的 我把另外一个女人的生日 改成我的密码 哎呀 大姐 仿佛我的耳边响起了 琵琶之声啊 什么呀 这琵琶之声打脸呢 哎 哎 这又是什么新梗啊 我刚才兴世淡淡的 咋还跟他们说呢 你大姐夫手机密码就是我生日 一辈子不会变 你看你 你还该跟他改了 哈哈哈 那啥玩意 咋还起演了呢 那我把另外一个女人的生日当我的密码 你有意见到 当然了 这女的谁呀 妞妞 咋的 媳妞 我用妞妞的生日当我的密码 你有意见到 哎呀 年纪一个家庭妇女 哪管得了你 嗯 户主的事呢 你真是高看人家梦 哎呀 真分啊 哎 歪刀子不疼啊 让人怕怕打呗 你你要去哪啊这是啊 媳妇 我这个电脑啊 一年多没用的 这密码咋我也想不起来了 我去一趟撒好机 哎 你干着 干啥呀 哎呀 赵刚的 高啊 哎 一般男人的秘密都是设在自己的手机里 你居然把秘密设在你的电脑里 哈哈 不让你搬点 行 你看你看你看你那幻样 你咯噬什么 紧张了吧 哈哈 我紧张傻啊 我啥秘密也没有 是啊 看米啊 我这里边有个数据 物业着急要的啊 我去三好街 这密码找不着了吗 我找技师给我打开一下 哎 我就是技师 哎 你会 你 你再给我 你会吗你啊 我当然会了 我问你大姐夫啊 你设这个电脑密码的时候是不是有几个问题 对对对 你把这几个问题回答对了密码就找回来了 哎呀 前日凡 你是不是缺德小语症又爆发了你 这里边万一有啥事 你拿拿拿拿 大姐 阿明 阿明你什么意思 什么有事 有什么事啊 啥事也没有 你让他看 你要能给我打开我还省钱了呢 可把你能的还 真自信 大姐我跟你说 里边肯定有秘密 来 我帮你解 哎呀我的天哪 哎呦三个问题 一共三个问题 啊啊 哎呀 哦呦 劲爆的第一题来喽 你心爱的女人是谁 嗨 那肯定是我大姐呀 那还用问呢 必须的 赶紧输赶紧输 范大米 走 答案错误 哦 哦 哦 居然不是大姐 你听见了吧 心爱的女人不是你 陈水凤 你是不是有毛病 咋的 你咋不输范地瓜呢 啊 哪啥啊呀 哪有输小名的 你得输大名 对对 真是的 你们大名叫什么 你 不是 不是 你长好心没呀 啊 我叫啥你都不知道 咱们姐她叫啥你都不知道 嗯 那时候我爸不是按花 这个名给我们起的吗 我大姐长得比较宽 所以叫范牡丹 小米那儿长得比较细 所以叫范杜娟 我长得笋嘛 时候叫范月季嘛 不是 后来好觉得这名嘛 就好用我爸闹了玩起的 是的 我后来就不叫了 哈哈哈 这好看我给咱妈买两个 对 哎 看看 嗯 又来俩乱花钱的 啥就乱花钱 给妈买就乱花钱了 哎哎哎 你们还别说啊 那小米这说这还是有道理的 你们信不信 给妈买这衣服 妈肯定不要 为啥不要啊 我就不跟你们啰嗦了 你这样吧 你们把这个事交给你大姐夫 你大姐夫来给你们完成这个任务 好不好 我让妈穿 妈就能穿上 咋的 咋的不咋的 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这实力 来媳妇 你穿上 那那那那是你的 那是我拿来 孝敬我妈的 拿来孝敬你妈呀 啊不是 孝敬你媳妇啊 二米你到现在你对你大姐夫这个认识还是不够 你大姐夫现在太聪明了 我跟你说 就我这智商 小米 介绍你介绍你让你大姐夫的智商 啊 那个 大姐夫心眼多 听他的 什么心眼 啊 智商高 心眼 来来来 你穿哪样 这样穿上 来来来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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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大姐穿上 快 别啊 妈 妈 哎 妈 哎呀妈 你看 那个二米啊 和大米他们又去买衣服了 你看买这衣服 哎呀 我说你这俩丫头啊 啊 大姐都没事 怎么老往家买衣服呢 三天一件两天一件 买那些有用吗 是 妈 那个他们还想着我呢 啊 给我也买了一件衣服 你看 这给我买的 对 还有这个呢 给我买 给我买的 还有这个 但是妈你放心啊 就这件衣服 还有这个呢 东屋没花钱 人家这个是买衣送衣 这是白送的 哎呀 白给的啊 白给的 哎那可快好了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妈 这个我穿的确实 我觉得不合适 哎呀 你就穿着试试 万一它好看呢 对呀 那也好好看呢 好看呢 让妈看看 好看吗 行吗 给白花 挺好的 行吗 挺好的 看妈 啊 快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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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这是 来俩啥玩意吗 不好看啊 咱俩现在鸡毛线都成精了 什么成精不成精 你俩干啥呀 我们拿这个买的衣服 美不 你这是美 都美出敌顿套了 那个你俩要是乐美 就在屋里 得瑟瑟瑟瑟瑟瑟瑟就行了 千万别除这个门 哦 为啥呀 让你去看见 你爸这老脸还打算再用几年呢 我听明白了 爸 我明白了 就是爸说呀 这衣服是不好看 对吧 那个 但是这衣服咱也没法退了 因为人家是买衣送衣 对吧 哎呀 你这衣服 买完了花了钱了 也退不了 你这咋整 咋整 就是退不了了 咋整 这扔了呗 扔了 好扔了吧 拿回来 好像敢给我挖坑 喂 谁啊 啊 哦 你是刘总的秘书 张秘书你好 怎么的 有事吗 刘总要见我 哦 哎 你转告一下刘总 我不是外人呢 他不有个战友叫赵刚的吗 你看你也知道吧 我 我是他连桥 我们俩字飘了 哈哈 不是你这样 他就在我身边呢 你们通个电话 好吧 大姐夫接个电话 哎 大姐夫 小心坑 咋去了 不是这咋去了 哎呦我的妈呀顺芬啊 接个电话 这坑说挖就挖呀 我可不过去 我绝不出这地方 我跟你说顺风 我明白 我现在前前后后 从走悠悠上上下下 全是坑 你看你 哎呀 张秘书 我不接 我不接 真的啊 你跟我妈坑呢 我不接 你听呢 哎 谁啊 对不对 哎 是张秘书吗 对 证明一下咱俩的关系 哎呀妈 还真是小张啊 对对对 那胜利晚上请我吃饭 啊 什么 你问一下 前顺芬跟我是不是连桥啊 没错 你把电话换了 你说给谁听啊 哦对对对 他没听见 没事 今天晚上 我们不是去吃饭吗 我吃饭的时候 我跟他详细说 不就完了吗 哎呀 大姐夫 哎 谢谢啊 咱是一家人 你记长精神合作 是是是 再说了 你跟他吃饭的时候 你给他提出来 对不对 你是他的救命恩人 你就说 我跟你当副总吧 没什么 他一家人 叔叔 我跟你说实话 啊 我不愿意这样 怎么 我跟你说 这人哪 得有点自知之明 对 人能干啥就干点啥 对不对 人不能太贪婪 你说我跟胜利这种感情 我跟他提出来了 他可能会答应 嗯 但是 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不对 是不是 他那有的人才 我去了把人顶了 这不走后门吗 没错 这不是拉关系吗 还有 你看顺芬 我现在在小区里边 我干着物业 对吧 我挺好的 街坊领域挺支持我的 离家又进 我挺满足的 人哪 得有点感恩之心 我明白了 大姐夫 这叫知足常乐 是 是不是啊 咱今天晚上一起去吃饭 你也去 但是我提个建议 家里边的活 咱大家一起 行不行 行 咱大伙一块干 好 来 干起来 我跟你说 那个 哎呀 刚刚 哎 我发现点事 你说 你往前身上 给你挖坑的时候吧 他用的都是铁锹 是 你用的是挖掘机啊 对 那个爸 我是这样 我轻易不挖坑 我一挖挖一片 你知道吗 挖掘机哪家强 请到社区找赵刚 对的吗 咱们